好 不管怎麼樣 來到鐵花村就是要快樂 把快樂逼出來 有沒有人沒有辦法把快樂逼出來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啦 知道什麼方法嗎 唉 用鐵花村的飲料 你心情不好 睡眠不好 消除體力 恢復疲勞的飲料都在吧台那邊 也不要喝到毀龍 雖然說要喝酒也是養顏 不過不要毀龍了 也不要喝到堵白末 那今天呢 知不知道你們今天演唱的人是誰 蛤 那你們來幹什麼 蛤 那上面的朋友是哪裡來的 廣州的朋友 OK 掌聲歡迎廣州的朋友 來 你看這就是台灣的掌聲 雖然說有一點點比較溫 不過沒關係 溫溫的 不過也是很和蔼可親 來到台東呢 其實呢 是要慢慢的生活 其實台東現在就是 前台灣唯一的沒有工業污染的地方 對不對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東 他這邊沒有什麼大型的中工業的企業在這裡 那邊的朋友可以買票進來 不過那邊無限風光好啦 那台東是唯一 前台灣沒有什麼中工業污染的地方 那環境還是保持得很好 不過這幾年呢 也慢慢的被破壞 那沒關係你們下次來呢 鐵花村不會改變的 還是一樣在這裡 營業還是在這裡 漫師級還是在這裡 那村長可能還會在這裡 OK 那待會兒演出的 今天演出的人呢是王慧祖 上半場是他 有沒有聽過王慧祖 好的 沒有的人沒有關係 你待會兒就孜孜不見的聽 那王慧祖呢 他也是個新生代的一個新的歌手 他今年也入圍了驚奇最佳新人獎 那他也去過中國好聲音 他又把聲音帶回來 非常的優秀 那也散播到那個什麼 對岸去了 那下半場呢是 三輩 他去年也是入圍 得到最佳 驚奇獎的原住民 最佳專輯 這兩個今天都是驚奇 入圍 都是在驚奇獎出現入圍跟得獎的 那待會兒呢 兩個不一樣的風格 Sanbui是原住民 台東這邊 那個 劍 大哥 我待會兒一定要好好的認識你 有在Follow 他是劍河 Gatibu的那個 一個 安倍男主 聲音非常的特殊 今天各位 你聽了他們的聲音 尤其男生你會嫉妒 女生呢 你今天晚上會好好的睡覺 一定會乾免被偷笑 耶 乾免被偷笑 下半場 下半場 想不及是下半場 待會兒演出當中呢 你可以拍照 但是不要用閃光燈 不要用閃光燈 免得閃光燈一閃 就換人了 好 那待會兒演出當中呢 各位在位置上 不要抽煙 唯一有一個抽煙的地方 是在後面那邊 那個火爐 就是旁邊那邊有寫個 有寫個戲院期 你在那邊一次抽五跟十跟沒關係 按照你的節奏 然後旁邊是廁所 女生廁所 男生廁所 那飲料不夠 秋天嘛 總是會 水分可能還是也會脫水 鐵花吧的就在那邊 你們就盡量喝 沒關係 今天感覺說很好的話 你就喝到鬼龍 也無所謂 只要增長 認進這個台東的經濟 都是好事情 那 手上蓋個章 你隨時都可以進出 鐵花村這個月的新的節目表都來了 那個票口那邊也可以鎖起 你要了解這個月的話 活動都可以在 我們的DM上面看得到 下禮拜 10月10號是黃大偉在這裡 還有人會在台東嗎 還是請假請到下禮拜 10月10號是黃大偉在這裡 很便宜 節目表上面自己看 好啦 有沒有帶感情的 有嗎 好 那我們就解釋關燈 好啦 那最後呢 我僅代表台灣好基金會及鐵花村所有工作人員 謝謝各位來到鐵花村 來給我們玩 那現在我們就掌聲歡迎 上班場的王惠祖 那麼歡迎 然後來形容 はい